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好啊 这期视频呢我们一个问题 回答一个问题是吧 蜘蛛吃了樱桃蚱蚱 是不是会发色比一般的蜘蛛好啊 不对 不是吃啥补啥 不是吃啥补啥 是吃完这个东西以后 发色跟那个没关系 蜘蛛的发色是跟蜘蛛退完皮以后的这个鲜艳程度 和快退完皮以后这个鲜艳就不一样了 因为蜘蛛快退皮之后呢 它颜色的已经掉差不多了 就说呢比较难看 蜘蛛在蜘蛛退完皮以后 这个颜色就非常鲜艳的啊 跟吃什么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话说呢 关于蜘蛛的樱桃蟑螂呢 我们那个给大家说一下啊 有些人呢对蜘蛛这个 给为蟑螂有点受了 或者家里边人反对的比较严重啊 这个你还是要去做些防护 我先说一下 樱桃蟑螂你做些防护 比如说找个大盒子 你把蜘蛛放在这个盒子里边 把这个蜘蛛放在盒子里边 然后呢 那个蟑螂也放进去 然后你在里边去操作 这样的话蟑螂就不会跑出来 对不对 很多小伙伴呢 在喂食过程中呢 蟑螂因为跑得快 从盒子里边蹦出来 它有可能 所以说呢 你要注意这些问题啊 不然的话 小心你被揍啊 因为蜘蛛跑到家里边 因为蟑螂跑到家里边 被揍的人呢 小伙伴呢 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所以说呢 防护要注意啊 别 别给整的退爬了 我去 那就尴尬啊 那你这属于做死了 另外呢 那个有个小伙伴就问 蜘蛛那个 这个 我只喂面猫虫行不行 呃 这个问题呢 忘了跟你说下 呃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蜘蛛的这些食物呢 咱们能接触到这些食物啊 无非是什么 面猫虫 大麦虫 蟋蟀 樱桃蟑螂 杜比亚 基本上就是这五种 啊 这是咱们经常能见的 接触的 养殖猪 基本上就接触这些东西 面猫虫和大麦虫呢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什么 蜘蛛呢 馒头祖食 馒头米饭 把樱桃蟑螂呢 比做什么呀 比做那个 樱桃蟑螂和杜比亚呢 比做 比做 蔬菜 比那个 把蟋蟀呢 比做什么呀 比做 糖 那为什么这么比喻呢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里边 就是呢 我觉得面猫虫和大麦虫呢 它作为蜘蛛的主食 啊 这树呢 呃 这个 填我肚子 只实让它填我肚子 那么樱桃蟑螂呢 它含着里边的一些矿物质 那个什么 蜘蛛所需要的一些 这个营养啊 钙质啊 它比较高 杜比亚是其次 那么 蟋蟀呢 它是含水分 是特别特别高的 里边它全身基本上都水 所以说呢 呃 有句话讲什么 吃什么拉什么 蜘蛛吃完东西以后 拉出来的屎子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啊 那个西蒜 蜘蛛经常吃 吃西蒜 拉出来的那个水呢 是非常非常吸的 一般正常的蜘蛛那一般的拉完屎以后呢 是一滩水 然后呢 呃 一个小颗粒 一个小颗粒的 但是 西蒜 吃完西蒜以后 吃多了以后呢 呃 蜘蛛是能吃能拉 尤其是分子啊 吃完以后 那个拉出来的都是水 水 拉出来西的 西的西的以后呢 很容易起小肥虫和那个那个 呃 满虫 还有另外一种小虫的 是黑色的 就是长条的那种 那个我还不好清理 啊 这是我跟大家说呢 呃 反正是西蒜 反正是说呢 指望西蒜去添跑肚子 有点难 有点尴尬 反正西蒜我觉得 补水 我觉得是好东西 啊 杜比亚补水也可以 那么在野外里边 蜘蛛 吃什么呀 吃面猫 双大麦虫 银糖 脑脑 肚鼻 西蒜吗 不是 蜘蛛在野外里边 他们是能拔了过来的 能拔了过来 上嘴 他们是这样的 啊 今儿呢 他旁边呢 路过一只蛆 他能打得过 拔了上嘴 吃 明天天上 掉下来死苍蝇 拔了 吃 啊 又又拔了过来个蚂蚁 要么呢 他把把蚂蚁给拔了 要么是 蚂蚁呢 把他拖着去别动 都有可能 啊 所以说 在野外里边 蜘蛛呢 不是大家想的 啊 有面貌虫 吃 有樱桃 西蒜 吃的 不是那样的 他们是有什么 吃什么 能拔了啥 吃什么 那么人工饲养里边 跟野外饲养里边 特别区别 区别很大 又牵扯到一个湿度 一个食物 在野外里边 有这个虫子吃 有那个虫子吃 啊 所以说呢 蜘蛛获得的 这个各种的微量元素呢 对蜘蛛比较好 但是呢 寄生虫肯定是相当多的 那么人工饲养里边呢 咱们是寄生虫的 相对来说 是比较少的 那弄到我喂野生呢 那是行不行 我不建议你喂 喂啥呢 因为野生呢 寄生虫比较多 很可能在那爬了 弄上了什么农药了 什么一类的 爬身上了 然后呢 你给蜘蛛吃 弄好蜘蛛死了 特别是 万一遇到个线虫 线虫啊 铁线虫啊 蜘蛛吃了 那你蜘蛛离个屁不远了 这种案例不是没有 有 所以说呢 你还是咱们人工饲养 咱们就按人工饲养 有现在小伙伴呢 喂蜘蛛喂苍蝇呢 你恶不恶心啊 你是买不起饲料呢 是因为啥 买不起蜘蛛 买不起饲料 那饲料又不贵 你喂苍蝇 喂蚂蚱什么的 喂的蜘蛛都不吃了 那蜘蛛都出问题了 所以说呢 还是不建议去喂野生的东西 另外呢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蜘蛛的饲料 蜘蛛的 不是说 是这个杜比亚 樱桃蚱蚱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樱桃蚱蚱他是不吃 卖肤的啊 樱桃蚱蚱他是不吃卖肤的 有些人呢 樱桃蚱蚱那个给卖肤的 他不吃的 樱桃蚱是混的也吃 是素的也吃 杜比亚是吃素的 樱桃蚱蚱是啥子吃 但是你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安全 比如说这个有农药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白菜 这一类东西呢 它还包含农药都比较多 所以说呢 是不能去给蟑螂吃的 吃完以后 蟑螂当时应该没啥事 可能没啥事 你去喂蜘蛛丑蚱蛛屁了 所以说呢 不要乱喂东西啊 我专门有 有这样的视频 专门樱桃蚱蚱和杜比亚 如何饲养 我这是专门有这样的视频 那么这个 就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今年的发生一件事 啥事呢 这个乱哥有个粉丝 叫小莫头 他那个蜘蛛是什么情况 他喂了一堆蜘蛛 死了好多 啥原因呢 他喂胡萝卜 那么问题来了 喂胡萝卜 我扣房里边也喂 他为啥都喂胡萝卜死了呢 他不是说 他是就是那一天里边 死了七八个蜘蛛 就是因为 他给他的蚊蚱蚱吃 喂了胡萝卜 然后蟑螂吃了胡萝卜 然后他把蟑螂去喂蜘蛛 然后蜘蛛吃个屁了 从饲养环境看 没有任何问题 只能从蟑螂饲养环境里面找原因 蟑螂饲养环境里面没问题 那就从蟑螂的这个食物里面找问题 他的胡萝卜可能是喷了一些 这个什么防腐啊 或者是一些的一类东西 然后给那个 他马过去他没有洗 然后去直接给吃了 吃了以后 然后出了问题了 所以说呢 各位小伙伴又注意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说呢 很少发生 但是说不说没有 呃 我是说跟大家说 他讨论一下这个饲料的问题 那么另外呢 说下这个 这个蜘蛛呢 我们还是要多元化的进行卫生 多元化 什么叫多元化 你说呢 不要就单一的一直喂一种食物 偶尔性的喂点樱桃蟑螂或者杜比亚 是比较好的 你说哎 我乱够 我樱桃蟑螂跑太快 我怕都跑了 你可以弄点杜比亚 杜比亚呢 他是不爱动 跑的又慢 所以说呢 你也不需要他担心他越育 你可以搞一点一点杜比亚 但是蟋蟀这东西 我是 我个人我觉得 我是不喜欢蟋蟀 因为什么 蟋蟀你保存有点难 一是 他们互吃比较厉害 二呢 也不好痒 三 不能蹦去的 然后呢 喊那个滋滋滋滋跟你在叫 家里边只要跑一滋的话 好好的家伙 一晚上滋滋滋滋滋滋滋 我说你快了 快啥了 快躺了呗 所以说 我跟你说一下 什么有些的 还有些其他的一些食物 网上边 反正是很少有人喂 我之前我货房里边 我还用喂过土圆 土圆的壳太硬了 对于六厘米以内的蜘蛛 那土圆是根本是没法吃 可太硬 反正是说 尽量性的多元化 我确实乱够 我的条件实在是真的不允许 那个蟑螂 我实在不允许 只能喂点棉毛虫 大麦虫 咋办呢 有办法 什么办法 你在喂蜘蛛之前 你给面包虫或者大麦虫呢 给他们吃补点 补点那个什么 给他们吃点菜 比如说南瓜啊 胡萝卜啊 苹果啊 这类东西 水分不要喂太多 然后呢 他们吃完以后去给蜘蛛 蜘蛛他们顺便了 他们也吃进去 吃进去以后呢 通过这个 他们这个面包虫或大麦虫吃完的一些水分呢 他们蜘蛛呢 也吸收了 也是一种补虫 啊 总比有强 啊 只是让我跟你说 还说呢 蜘蛛都不建议去单一喂一种食物 大麦虫和面包虫呢 他们是大麦质非常高的 但是呢 他们的营养还是 还是缺乏 还是 我还是 跟他说呢 说蜘蛛食物 不要太单一 说不定哪天 你给你个屁了 知道吧 好了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做这里啊 各位小伙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